好了,回來了 現在就要談談國內的消息 國內的情況當然不太妥 有些人就開始罵央行 即是罵人民銀行 就說人人都加息,為什麼你減息 其實內地的經濟狀況 真的要減息去刺激一下 因為其實數字是這樣的 現在去到一個十字路口 其實內地的經濟 如果現在好像外邊這樣加息 其實在內地就會很麻煩 即是有些人就說 全世界都加,為什麼不加 那情況就是真的不能加 因為李克強也在深圳開會 他昨天在深圳開 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 他就說 需求不振是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 經濟大省人口多 要多想辦法促進消費 擴大汽車這些大宗消費 支持住房剛性和改善性需求 這是李克強說的 李克強就說 勢要起而不可落 現在經濟處於回穩關鍵階段 必須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鞏固經濟恢復發展的基礎 李克強就提到 包括廣東在內的六個經濟大省 經濟總量佔全國的45% 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頂良處 經濟大省就要勇挑大良 發揮穩經濟的關鍵支撐作用 落實好穩經濟一男子政策 挖掘自身政策的潛力 保市場主體激發活力 保障物流主幹道微循環暢通 穩定產業鏈和供應鏈 在座談會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和廣東省省長黃偉忠發言 江蘇省長許坤林 浙江省長黃浩 山東省長周乃祥 和河南省長黃海 西村省長黃強 都有用視像方式去發言 不是坐在一起的 是視像會議來的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一些事情 內地的發展情況是有些問題的 有些是沒有辦法的 信心開始沒有了 有一部分 現在是一定要再頂一頂 不頂是沒有辦法 所以它一定要減息 減少了0.1L 其實也不是減少很多 其實它也會害怕 因為通脹已經去到2.7% 在內地上 你減息 減得太厲害 刺激得太厲害 又可能通脹會很厲害 我看到內地的物價 我主要是看北京的物價 其實沒有什麼變動 嚴格來說 還有一些優惠 就是基本的糧食 好像麵 雞蛋 豬肉 豬肉 其實豬肉是貴了一點 但是麵 蛋 菜 其實沒有什麼貴 所以 經濟情況 有些事情正在調控 一般人不會傷得到 我的看法就是 現在最傷的就是 爛尾樓的人 但是也有些政策拿出來 幫忙處理 就不是說 不處理 另外 這個也要說一說 一件重要的消息 就是 中共中央 台辦 就發言人 授權宣佈 對列入清單的一批 台獨環 顧分子等人員 實施制裁 這件消息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節目講過 講一下人名 就是 蕭美琴 顧立雄 蔡其昌 柯建銘 林非凡 還有 陳昭華 黃定宇 之前公佈的 就有 蘇貞昌 由石坤 吳超洩 懲戒措施 就影響到香港 這個也要留意 就是 本人和家屬 其實這也是內地的法律 去定那個家屬 內地的家屬 的範圍 是比 外國的定義廣的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即是內地 他們那個 直系親屬的定義 之前我們有節目也解釋了 如果你沒有聽 你回去聽 即是 有關佩洛西 他的直系親屬被 制裁一件事 我們有講到 內地直系親屬的定義是什麼 現在 這群台獨分子 禁止進入大陸 香港 澳門 還有 限制他的關聯機構 和大陸有關聯的組織個人 進行合作 那就不會允許他們關聯企業 或者金主 金主也有關 現在是真的有影響的 不是說沒有影響 金主 在大陸牟利也會受影響 應該會檢查一下 因為他們會公佈 哪些人捐過錢給 蕭美琴 顧立鴻 蔡其昌 柯建銘 林非凡 陳之華王 定宇那些 還有當然 蘇貞昌 尤錫坤 和吳超市 他們都收捐款 哪個人捐過錢給這些人 都不會讓他們在內地牟利 這個是 還有 這個情況 現在是會依法終身追責 現在是 現在大家看到 就不是 輕強的東西 對於台獨打壓的 態勢會持續下去 尊稱內地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的節目也有說到 有些經濟數據不是很理想 尤其是在年輕人就業的數據 其實不是很理想的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有說過 你可以聽回舊節目 那 內地的經濟 現在是有調控的 所以 你說會不會傷到一般老百姓 有些人就很傷的 其實現在 但是他們算不算一般老百姓 我就不知道 做企業的人 其實今年的生意應該都不好 我自己很操淺的看法 就是 好了 另外就是科技部 中央宣傳部 中國科協 共同編制了 十四五國家科學技術普及發展規劃 就公佈了 有機會我們跟大家說一下這 其實我對這件事很有期望和很有興趣 可能今晚看看有沒有時間跟大家說 另外就是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都有份 這件事發佈了關於 加強行政司法聯動保障新冠肺炎 康復者等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的通知 治療好的人 是不應該歧視的 我們都一定要說回 但是 在內地 因為那個社會 對新冠都有一個警惕 有些人也是借一些椅 借一些椅 去不請那些曾經患過新冠的人 或者不請那些新冠康復者 應該這樣說 那 康復說制裁名單沒有蔡英文 好像沒有 我看到沒有 他沒有說制裁蔡英文 可能不用說 制裁蔡英文是什麼 因為這個清單是新的 這個清單 剛才我們說的雪姑七友 蕭美琴 顧立雄 蔡其昌 柯建銘 林非凡 陳昭華 黃定宇 還有之前公布的三個 就是 尤錫坤 還有蘇貞昌 還有吳超舌 這些是辣手的 台獨頑固分子是辣手的 蔡英文有沒有制裁 我要再檢查一下 這個真的不清楚 但是應該制裁了吧 我不知道 另外就是 國家衛生健康委 國家發展改革委 17個部門聯合發文 你看到內地現在都要調整方向 要求加化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 其實現在內地的情況 是 不是很妥的 那個生育水平 現在就用這些政策來看 改善不改善到 希望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希望是 那個做法是怎樣的呢 全國所有地市 今年 就要印發實施 一勞一小整體解決方案 就是照顧老人家和小朋友的配套 另外就是 完善生育假期和待遇保障機制 還有7個方面 20項 舉措解決群眾 急難受攀 這就是 那份關於 進一步完善和落實 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 我們有機會又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中央氣象台今天又發佈了這個 高溫紅色余景 這個 很難搞的一件事 很多地方其實都會40度以上 我們看得到那個高溫余景 現在看到是什麼地方呢 上海就好一點 上海今天看到 這裡就是 郊區就有可能去到 37至40度 但是就沒有之前那麼熱的了 熱的地方 都是幾多 長沙都會是40度以上 還有重慶和成都郊區 今天都很有可能是40度以上 湖南 剛才我說的長沙 還有就是江西 江西就是 南昌比較好一點 南昌是37至40度 但是 南昌比較藍一點的地方 都是會很熱的 這個沒有辦法的 那麼 杭州 那個情況 都有可能繼續是40度 現在看到 這個是 難搞的事 大家如果在內地 會很熱的地方 那就注意安全 喝多點水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在江南地方 那個情況 又是 有點麻煩的 就是 因為江南地方 現在是抽糧 生長發育 和 產量形成 其實現在還未到 半張那個階段 但是現在開始成立 那個糧食 就是 現在氣象專家 提醒大家 要應對這個工作 那麼 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在這個環境之下 又熱又汗 其實現在是江南地區 那麼 這個氣候是反常的 之前我們都說 地球先生病了 那麼 有些人就說 你說的數字太極端了 那些人沒有這樣的 其實 沒有這樣的 我們都要說 為什麼說沒有這樣也要說呢 就是因為 如果大家 什麼都不做 那麼 地球先生病了之後 其實大家都一起死 其實是這樣 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果大家不去處理好環保的問題 就很嚴重了 聽說 好像有河流 因為高溫斷流 有機會影響農產品生產 是 這個 所以 不要以為只是歐洲有這個問題 其實國內都有這個問題 歐洲是有這個問題的 在德國法國也是 但是 說一件真相給大家聽 就是 現在這個世界 是整個世界都開始有問題 所以 有很多事情 大家都是要 就是 自求多福 某程度上 還有 盡量都是 能夠可以環保一些 就盡量環保一些 如果不是 也很麻煩 另外 還有一個 叫做 市民清 這個 本來就是江西省人大常委會 原副主任 他受賄非法 持有槍之一案 就一審宣判 那麼 這宗案 我們之後會跟大家說 他 這個 陷家牆 他 收受了 這個財物 是一億九千五百萬有多 這條陷家牆 那麼我們有機會 又要說一下這個人 是什麼人 這些貪官污吏 真的 好 另外 就說一說 全國降水量預報圖 那麼 這個就是 江蘇中部 廣東西南部 沿海 海南島東部這些地區 是會有暴雨的 那麼台灣地區 也會有暴雨的 台中、高雄、台南 也會有暴雨 好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我們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rejoice 睡會兒 九千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